动物惹凑对手会发生什么 这只大黄蜂在蜜蜂的领土上啃起了蜜蜂 很快它就引起众怒 连后悔都说不出了吧 众多蜜蜂把黄蜂包围 死死啃咬 最后大黄蜂失去了声息 水牛正在泥泞中洗澡散热 狮子却以为水牛死了 伸爪子前去试探 下一秒水牛起身发起攻击 身边无辜的大兄弟突然淌枪 又到了繁殖的季节 两只巨大的阿拉斯加灰熊 为了争夺配偶赶起架来 这两只北向海豹为争夺配偶圈 用伴重的身体单挑打架 互相用头撞击对方 用牙撕咬对方 可不可以再简单粗暴点 很快 左边的北向海豹 招架不住了 只能匆匆落荒而逃 别看北向海豹身体笨重 可达3700公斤 这会跑起来啊 可一点也不慢啊 这头公头精不小心游到陌生领土 几头虎精对它发起猛烈攻击 这一撞直接撞断了公头精的肋骨 又一撞刺穿了肺部 可以说虎精就是海里的狼群 猎狗一向嚣张跋扈 喜欢组团欺负其他动物 但是这只猎狗惹错了对手 它咬住驴的尾巴 没想到驴儿怒了 竟然跟跑到爷爷面前撒野 这套驴直接扯出猎狗耳朵 逼得它一直后退 两头公牛在街道中间战斗 挡住了孙明的道路 看这架势没完没了的了 村民拿出长棍 试图把它们分开 就连大黄也要上前帮忙 但是两头牛打得难手难分 其中比较年轻的公牛受到重伤 这时候村民终于找到时机 把公牛分开 帮助公牛逃跑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 喜欢这类视频大佬们 劳烦点赞关注哦 谢谢 谢谢